我們利用大家還在下載的時間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叫做 Sweet Home 3D 各位現在這個就是你看到它做出來的 你覺得要做3D現在難不難? 你應該知道我都沒有 教很難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OBS Adventer是不是都超簡單 所以這條軟體也是超簡單的 加上它又是免費的 那你可以往下看 往下看 因為現在其實你要做3D 我們常常看到3D電影那些 或者AR VR 你3D電影或AR VR 他們現在的模型大部分還是比較粗糙 因為要即時運算 所以可能還沒有辦法說 非常像一般玩比較高檔的那種遊戲 或電視電影那麼好 那我們使用3D它不是要拿來做3D電影 它比較像是真正做模型 各位可以知道 你如果真正要做像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真正要學一套3D電影 要不要花很長的時間 要 對不對 因為它學習曲線會比你其他的OBS會難很多 但是呢 這個你應該要知道 我有開兒童班 像這個課啊 小朋友都會 各位沒有理由不會 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它的使用上 其實主要都是在2D 3D是 不小心就把你建立起來的 不小心就把你建立起來的 那剛剛呢 如果你下載好了 你解壓縮了之後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兩個執行檔 你如果萬一你的電腦是比較舊 用Windows SP的 你可以用86 這個 那如果是Windows 7以上 原則上應該都是64位元 所以你就直接點64就好了 那麼各位下載的這個 免安裝版 跟它官方版 程式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我有多放比較多的模型 還有一些它的外掛工具進去 我們使用3D呢 它本身有中文版 那你也可以到它的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也有中文 你看我們這邊這樣執行起來的 有沒有 都是中文的 那你點進去 從這邊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軟體的說明 它上面有畫廊 就是一些人家做的作品 而且這些作品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變成一個Sample 所以你看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是最近新的 最近新的 那如果你想要看看這一個 你可以在線上 直接按3D animation 沒有跳出來 按一下 正常會跳一個四 這邊會有四雙 也就是說 你這個軟體面做好了 你事實上可以發布成網頁 就等於VR 那這個 如果你想要下載 就直接點一下 它的專案檔 各位剛剛有看到 叫SH3D了吧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待會兒可以用這個打開 可以用這個打開 這樣了解了嗎 嗯 那麼我們剛剛 有給各位看到的 這個OBS的部分 那個背景 其實您看一下 我在這邊 在這個素材裡面 有沒有一個原始檔 點進去 這就是對應到剛剛那個背景圖 這也是它的原始檔 所以你看到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OK的 一樣可以從這邊把它下載下來 像這裡有沒有 叫發中間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打開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軟體打開之後 會長得像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用的是免安裝版 所以如果你下載好了 請問可不可以直接點兩下打開 沒辦法 那怎麼辦 只要用開啟救檔的 你看我在這邊 剛剛這裡 是不是有這個檔案已經下載了 可是呢 沒有辦法直接點兩下 你就來這邊 按開啟救檔 那你找到你的這個 我的是在這裡 有一個下載 好找到它 我就可以把它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檔案的樣子 那麼OBS 只要你 那個是用3D 只要你電腦可以跑的動畫 其實它可以開兩個 可以開三個都OK 都OK 那我現在把它收起來 你看 有沒有不小心 這樣就看到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屋頂喔 你再往下 它就掃一層 再掃一層 這樣有看到的齁 所以呢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軟體真的還蠻不錯的 我們真正在編輯都是在哪裡 都是在2D這個環境 3D緊攻怎麼樣 看而已 緊攻看而已 所以你要看哪一個 你就轉到它那邊 那看起來好像怎麼樣 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像玩遊戲的感覺 那你真正要做大的輸出 就是比較好品質的輸出 上面這邊 有所謂的 照相機 跟攝影機 因為它也可以做動畫 你如果是照相機 就是變成靜態的 它會幫我們 在運算的時候 有不同的品質 如果拉到最高品質 會幫我們把光影的變化帶進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 像我們剛剛講義裡面這個一樣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光影變化 目前這邊是沒有 因為它做即時的 所以沒辦法 馬上就給你算出來 所以如果我是在這邊 我用最高品質 按開始 它就會像真正3D端一樣 開始慢慢的幫你把這些內容算出來 不過它輸出的真的很大 我先用小一點 我這樣子 它就會輸出你目前下面的 這邊所看到的這個場景 就會看到這邊的場景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它現在 我用比較小尺寸 算得比較快一點 先看一個大概 你可以發現這邊就有一點點光影的變化 這樣有看到 所以 這一塊是跟真正3D軟體是一樣的 跟真正3D軟體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請各位先把你的軟體打開吧 應該都已經下載完了 那你幫它解壓縮一下 在上面按右鍵 用7D軟體比較快 按右鍵有7D軟體 這樣你的解壓縮速度會快很多 解壓縮之後 就是執行64D軟體 那個資料檢面64D軟體 那個資料檢面64D軟體 就可以了 我部落格上也有很多 關於輸用3D的教學 你網路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 我有一些教學影片在上面 有些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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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教學影片